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蹟熊哥 我是徐明熊 今天台北有事今天開低後走高 那昨天來說的話 美股還是一樣 美股還是在低檔的 在下跌的 在震盪 那美股昨天跌幅最重的 是在他們的背半 跌幅有4% 當然我們台積電的話 在ADR也是跌幅有將近4% 3.9% 那這一波來說的話 像中美貿易戰爭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落定 還是 每天還是有很多的一些訊息 每天都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像美國來說的話 現在也是擔心他們的5G 那近期來說的話 直接打中國的華為 華為通訊 那華為來說的話 像我們 像一些全球的供應鏈 也有 供應鏈也有 也有 也有 美國的一些供應鏈也有很多 像他們的高通啦 高通Blockcam 還有他們的賽林斯 等等等等 這些都一樣 都有 都有供貨給 比較高級的一些設備 來說有供貨給華為 那他們也受到影響 那年代的 廢半 廢人半老底 把它給拖累了 昨天下跌了4% 下跌4% 非常重 那台股呢 台股今天呢 台股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漲幅 今天來說的話 高低點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133點 那今天現在來說的話 現在是在最高點的地方 有133點左右 那這一波來說的話 當然 那在操作上 像期貨 那這個 期貨 這是我昨天 我的傳真稿 這是我的傳真稿 就是5月20號 昨天 那明天 就5月21號 我預估 高低點的轉折預估 6月預估 高點轉折在10495 今天有 今天剛才看的時候 今天有到了10497 來 有來的喔 低點轉折支撐在10363 有沒有來 有 在昨天的夜盤 昨天的夜盤有來到10347 10347 那也有到我的那個低檔 低點的 低檔的地方 那這一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企劃 好了 期貨 這是今天期貨的走勢 今天期貨拉的速度蠻快的啦 那現在都是在高檔的地方 在震盪 今天最高點有來到 今天最高有來到10497 低一點 低一點 這是昨天的夜盤 10347到今天高點的地方 總共有150點 150點耶 哇 這操作上來說的話 這震盪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非常的非常的大 那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如果 如果以我的高低點轉折來說的話 這樣子就有100多點的一個獲利的空間 100多點 那我進 這一波 這一波 近期我是怎麼操作呢 5月16號 禮拜四 我在試駕空 10550 那也是在 隔天 5月17號 平倉 試駕平倉 10424 這一筆是賺了126點 賺126點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期貨 你如果在操作 需要 需要像 該停利的時候 你也一定要停利 一定要停利 停利才能保持你獲利的交易優勢 你才會贏 停損呢 拿回你的主控權 那你如果停損的話 你如果沒有把它 沒有把它給停損掉 像這一波 像期貨來說的話 這一波這樣拉回來下來的話 700點 那很多投資朋友在10800到18000點 10800點的時候來 來找老師的時候 第一個 就要先把 把手中的一些多單 先把它給停損 你一定要停損 你如果不停損的話 你怎麼拿回 你的主控權 你有多少錢可以去補保證金 你有多少錢可以補保證金 10800點 到了昨天的最低點 昨天的夜盤來說 最低點是在10347 10347 還有差的快 差的快 450點 所以說 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要把 該停損 要把它停損 然後拿回你的主控權 你才有機會 你才會成為贏家 才有機會成為贏家 那股票上來說的話 像我這邊的一些測標 華新科 美食 四季缸 那總美金已經是把它給賣掉了 那已經把它賣掉 待會再來看 那先來看一下華新科 華新科這個 我有畫一條下降反壓線 下降反壓線已經有過幾天了 已經過了三天了 第三天 已經過了第三天了 那這個下降反壓線來說 當然實在是一個原因 理由之一 那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原因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2492 2492華新科 那一樣 這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這高檔的地方 高檔的地方 高檔 這個高檔有沒有過高 有 有 有沒有過高 有 當然可以續報 這有沒有過高 欸 沒有囉 有沒有過高 欸 沒有囉 有沒有過高 沒有囉 那要怎麼辦 怎麼操作 你知道怎麼操作 高檔不過高 你一定要趕快出 先出 你如果不出的話 這整個波段 跌幅都是你的 跌幅都是你的 那現在呢 現在可不可以買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到我的Line生活圈 或是打電話來 都可以 我告訴你 這要怎麼來操作 那華新科 他下降反壓線已經過了三天了 已經過三天了 那要怎麼操作 那我也不是今天才來告訴你 這個他過第二天的時候 我已經有來到 已經有來告訴你了 5月16號已經開始來講 已經來告訴你了 那要足夠操作 趕快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到我的Line生活圈來 我來告訴你 這樣比較快 這是華新科 1795美食 這5月13號買的 92塊 那美食我買的位置在哪邊 是不是在高檔的地方呢 5月13號 5月13號位置是在這裡耶 位置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這裡是137.5 本坡的最高點 我帶會員買是買在這裡 那今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股價是在100塊 100塊 我買在哪裡 92.6 那這是上週一買的 上一週整個行情是怎麼走的 我們大盤是怎麼走的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的大盤是這樣子走的 我們的大盤是這樣子走 1795美食 它是這樣子起來 當然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這是美食 美食在我的操作 它在禮拜三 上週三 1795美食有漲停板 102 102就滿足了嗎 我不是在看102 我不是看102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我來告訴你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四季鋼 9958四季鋼 那這檔股票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有 它是有一個下降反壓界 那現在做的是 離岸風店的水下基礎 那離岸風店的水下基礎 就是做一些鋼購 那鋼購來說的話 離岸風店的水下基礎的鋼購 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巨大 它不是像我們一般看到的一些鋼股 不是喔 它是要直接 它沒辦法在路上 在我們路上來運 它要直接在有港口 船屋直接做好之後 直接送上船 然後送到要安裝的位置的地方 所以說必須要有船 當然要有港口 那台灣有兩家公司有港口 一家是中鋼購 另外一家是四季鋼 9958四季鋼 那我挑選四季鋼 因為我看好四季鋼 它未來的一個 它的一個潛力 那已經 台灣首座離岸風店 已經開工了喔 在5月18號上週六 已經開工了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這是我操作的 那這是5月20號 昨天 這我發了個口訊 會員手中 就是58四季鋼 大漲7% 請之谷續報 這是四季鋼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像我們來看一下5月17號 禮拜五 上週五 市價賣出 中美金賣在80.2 我們來看一下中美金 5483 中美金 5月17號 那我先把它賣掉了 先把它出掉一下 它接下來有沒有過高 沒有再過高 那今天呢 今天有沒有辦法再過 昨日的高點呢 有沒有辦法 今天可能沒辦法再過明日的高點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就像我們大盤 我們大盤來說的話 近期 近期是有 看起來是有 有政府在護盤 那還是一樣 操作上要特別小心一下 那還是 有一些股票的話 你要避開的 該避開你還是要避開的 那 這一份資料 生技股 5月13號已經有 來這邊送給你了 生技股還是有 還是一樣 趕快趕快來 趕快我來送給你 那生技股來說的話 未來行情 還有很多的行情 你趕快來 我來帶你來操作 那還是你想要來 這份資料我送給你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明天見 能力判斷 沈勝評估 定自負 投資風險